大家好 上一段影片跟大家說了財務自由的基本概念 這段影片正式跟大家說 在財務自由最重要的一課現金流 在現金流中最重要的兩件事 第一是開源 第二是截流 在開源中有兩件事 一個是主動和被動收入 在接下來的影片會跟大家說 主動和被動收入的不同類型 另外就是截流 亦是這段影片重要的地方 在截流中希望用斷寫來這個概念做一次入點 幫助大家減少開支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投資最容易的頻道 在現金流中 首先開源 開源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主動收入 一個是被動收入 先說主動那邊 最常見的就是提升薪金的方法 例如你上班的時間增加 技能提升 學力增加或提升 或者你轉工等等 都可以令到你薪金增加 但缺點就是有限數 以及很被動 不代表你上班的時間多了 OT多了 你就會容易升 或者加薪金的 又或者你不代表你轉工會轉得越好 可能轉得更差 這就是主動收入的一個缺點 然後到被動收入 亦都是令到你財務自由一個重要的概念 被動收入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我舉一些例子給大家聽 包括大力不限於 例如第一 你拍片做YouTuber 你沒有一段影片 保持有觀看或看廣告 就會有收入 雖然不多 但都是一個被動收入 或是在網絡平台裡 可以分享你的網絡給別人看 或是share 跟別人協助也會有收入 然後兩樣就會重點說 第二個就是房地產 你如何透過買物業 去放租 甚至乎分租 去賺取被動收入 第三就是在金融市場裡面 可以買股票 債券 外匯 定期 ETF等等 另外 還可以透過出書 創作一些東西 賺版權或平台收入 亦都可以買教學影片 例如你有一些技能 可以拍片 做成一個課程 你會賣這些課程 又或者賣這個遊戲帳號 你很聰明的打機 例如買了手遊機 你很快就打到很厲害 你會賣整個帳戶 或者你甚至乎 草積分其實都是一個收入 在之後的影片 會跟大家詳細說 第二和第三 房地產和金融市場 不同的被動收入 你想繼續看 精彩的影片 記得繼續收看 第二部分 說完開完 就到節流 節流不是三餐一宿 甚麼都不吃 天天吃少許 令自己很窮 不是這個意思 今天想和大家 用斷捨尼的概念 去切入點 去令大家改變 你花錢的方法 再說一點背景 斷捨尼是一個衝導儒家創始人 衝政魂創立 1976年 就衝導儒家理念 其實他說的是 斷絕不需要的東西 寫去多餘的事物 脫離對物品的執著 這就是他的想法 其實就是甚麼呢 這有點像佛教所說的 去除你的雜念或執著 在實際操作上高 例如你有很多東西 超過一年沒用的 例如衣服 褲、鞋、飾品 諸如此類 既然一年沒用 即是春夏秋冬 你都用不著 其實這些東西 對於你來說 沒有甚麼特別大的作用 其實你可以丟掉 還有 你學會了一段寫尼的時候 你才能明白到 甚麼是擁有 因為有些東西 你根本就不需要擁有 因為經歷了很久的時間 你發現了那些東西 根本就不需要 但很多時候你發現了有些東西 究竟你丟不丟 可不可以寫來 最常見的就是你收到的禮物 你感覺上好像有點意義 有些價值 有些回憶 但實際上操作 你是從來都不看的 或者幾年才看一次 甚至乎是放在這裡不動的 那麼這件事 是不是還需要留下呢 還有以下的東西 大家還有沒有呢 例如跟上時代密博的 眼鏡 遊戲VR眼鏡 相機 單反 還有經常收到的水杯 突然之間心血來潮 想彈一下的吉他 甚至乎你電話裡面 無謂的apps 每次見到就下載一些apps 一些軟件 接著就擺到整個電話都是 其實斷寫尼除了是實體物品之外 其實其他位置包括軟件 甚至乎你一些思想的雜念 其實都可以寫尼的 當你認真處理的時候 你就發現了斷寫尼 在你生活裡面是很有用的 因為先講實物 那你有幾個好處 第一 你將沒有用的東西 其實可以變賣套 掩扁 拿回一些錢回來的 因為那件事反正你都沒有用 你同時也可以捐出來 幫助有需要的人 而常見的 例如你的文具 你的衣服 你可能買很多 但實際上 你很多時候用不著那麼多 第三 就是既然丟了那件東西 到你下次經過店舖 看到相同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減低同樣的東西 慾望 很簡單的 舉個例子你丟了一套黑色的衣服 或者運動衣服 原來你下次經過再見到的時候 你就會想 既然那件東西丟了 那就是沒有需要 沒有需要的話 這次你就不會有這個購買的慾望 然後第四就是 你會增加現有的東西的使用率 很簡單的 你本身只有三套衣服 三條褲 你拿下去三套 那你就會不斷用它 但回到你 你有三十套衣服 或者三十套褲的話 你每件衣服用的次數少了 變成每件衣服可以使用的數目少了 那就更加不合乎成本效益 最重要的就是減少東西 佔用空間的比率 因為每件衣服總有大小 例如 我有很多套衣服的 或者我有很多雜物的 那你就要找空間塞住 但塞住它不是沒有成本的 你可能要買多個衣櫃 買多些抽屜 或者珠如廚買一些雜物櫃 但這些東西本身也佔有空間 空間也是要錢的 你買膠回來 你本身可以買 兩房就完成了 但因為太多雜物 所以你買三房 四房 諸如此類 另外除了食物以外 就有心靈層面 你斷寫來一些沒有用的apps email 其實你可以省很多時間 很簡單 email裡面有五千個email 你突然想找三幾個 原來你發現了其實很浪費時間 那你就浪費了時間 其次你有些沒有用的apps 你有空無事就按兩下 你發現了就浪費了你半個小時 如是在你人生就會花了很多時間 一些沒有用的apps email 在新聞裡面 第二就是 你斷住了很多無需要的擔心 執著 因為那些東西其實你看到 又覺得有什麼東西 又留在那裡 那你沒有了的 你就自然不會想 不會按 那你省了一些心機 第三就不需要再被眼前多餘的擔心 你越多這些東西 你就越多就每一樣東西 花五秒十秒 那你都是時間的 那你擔心的東西就少了 好了 去到應用層面 那你當你準備買一件東西的時候 你就問自己 究竟這件東西是否可以不買呢 不買 如果沒有影響的話 那其實這件東西就沒有買它的誘因了 那跟以往的消費模式不一樣 你就問你是不是需要 但是如果你有斷寫來的概念 你就會想 這件東西是否必須要買 是否不買不行 那你回到這個概念 你就反映了 其實很多東西根本就不需要買的 斷寫來後的生活會怎樣呢 第一 更加少的衝動式消費 看到突然間心血來潮就要買的那些 第二 就不會為多餘的雜物 就給錢買空間 因為每件東西放在你家裡 放在貨倉 你都要給錢買的 空間不是不值錢的 在香港空間是很貴的 就是你可以兩房住得到 你沒有理由給錢買三房 你沒有理由 百幾二百萬就是買來擺雜物 你看看你的窗台 你看看你的雜物房 那些東西其實是不用的 你可以丟掉了它 丟掉了它 其實你根本用不著那麼多空間 你就反過來可以省錢 不用用來給錢買的空間 第三 你沒有了一些無謂的軟件 無謂的新聞網 無謂的網站 其實你多了時間 你多了時間要怎樣呢 學新的東西 新的嘗試 新的技能 從而提升你可以賺錢的能力 正所謂如果要擁有一切 首先你要拋掉一切 在財務自由之前 脫離對物品的執著 你才可以達到財務自由 大概講一段寫來就到了這裡 最重要就是改變想法 令到你以往要花的錢 其實不花也無所謂 你有了資本 你就能夠踏上財務自由之路 下一張將會到被動收入 主要是說房地產 如果想繼續收看 記得按like subscribe和share 多謝 就好 讚 請 晚安 快點 快點 你 有 快點 請 請